韩国的生化工厂泄露了某种诡异的丧尸病毒 病毒疯狂扩散 短短一天如潮水般的丧尸席卷了整个韩国 男主在军队服役 城市沦陷后 他带着姐姐一家下车逃生 途中一个满城市血的男人拦在车前 他哭着求男主带上他的妻女 可人性自私 男主选择拒绝 他又如何能想到 这个决定将会让他悔恨终身 韩国彻底沦陷 这是离开的最后一艘轮船 男主带着姐姐一家上了船 本以为万事大吉 往往没想到一个被咬的感染者浑入了其中 男主和姐夫去领物资 而被咬的人终究变成了丧尸 混乱肆意蔓延 当男主冲进穿舱 当他看到姐姐抱着被咬的侄儿 怎么也不肯放手 丧尸疯狂扑来 男主悲痛万分 最后只能关上门 男主赶来的姐夫 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的人倒在自己眼前 四年后 男主和姐夫作为难民在香港消沉度日 直到有一天 一个老外找到男主 韩国沦陷后 他们有一辆运钞车 滞留在了首尔城区 只要男主等人冒险回去 帮他们拿到钱 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大笔 诱惑很大 但风险更大 男主在犹豫 姐夫却坚持要去 四年前 男主阻止他去秀妻儿 四年后 他再无牵挂 夜侧中 一艘货船 向着被丧尸扇女的首尔 慢慢靠近 货船里 老外的手下 衬衫男 眼尖一干 丧尸对声音和光线 极其敏感 所以夜里行动相对安全 抛给四人两部卫星电话 一旦找到运钞车 他们接到电话后 会在港口随时接应 这次行动 一共有四人参与 头巾旅层时低视司机 城市路线 没人比他熟 小胖擅长维修 车子发生故障 他能紧急处理 男主曾是军任 处理突发情况 就交给他和姐夫 一切准备就绪 男主四人划着皮艇 靠到岸 此刻的首尔 繁华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 残缘断壁 破败不堪 众人头戴夜视仪 小心翼翼的闯入 周围异常安静 但危险无处不在 小胖求好一辆车 熟知地形的头巾旅 带上众人 向着城市深处持续 很快 一辆货车 引入眼帘 男主提枪 下车查探 透过夜视镜 他吓了一跳 月光洒进 再一看 只见玻璃大厦里 竟然挤满了 密密麻麻的丧尸 屏住呼吸 三人下了车 却不知道 不远处 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 拉开货箱的门 黑色背包里 果然塞满了钞票 姐夫兴奋异常 但男主意识到 计划顺利的有些反常 就在三人准备 开一张货车 离开这里 这才发现 驾驶员变成 甘尸正坐前方 姐夫上前 准备将甘尸拉下 万万没想到 甘尸猛然惊醒 撒的鸣笛声 在安静的城市里 煞翔 男主干掉丧尸的同时 黑暗深处 一大波丧尸 一边嘶吼 一边疯狂的扑摇而来 男主沉着冷静 解发点射 掩护姐夫 两人先上了车 眼看丧尸越来越多 男主宁微不乱 触发警报 引开丧尸 狂奔上车 在丧尸的追赶中 两车一前一后 向着港口拭去 一波卫平 一波幼气 忽然一发照明 但腾空而起 落在及时的车前 众人一愣的同时 四眼的光线 将车围的丧尸 全部吸引而来 投进去家族玛丽 横称直撞 男主被甩出车外 逃过一劫 而姐夫三人 来不及反应 已经被丧尸群包围 挣扎几身 男主与丧尸纠缠 已经是强楼之末 逃物可刀之际 下一秒 雷青木秀的女孩 让男主上车 是一对姐妹 男主还没来得及开口 女孩猛踩油门 一顿操作 直接弄懵了男主 女孩车级超神 先是调一红爽 再是神龙摆尾 一招声东清晰 最后狠冲尺爽 车子进入地下通道 前方堵满丧尸 妹妹不甘示弱 拿出遥控车 一番花蜜胡哨的操作后 丧尸被吸引走的同时 后方的男主 已经被甩晕了过去 另一头 丧尸包围而来 投机女生死 而姐夫躲进货箱 逃过一劫 不多久 一辆广告车 将丧尸吸引走 被咬的小胖刚下车 就被几名军人围了起来 围守的胡子笑脸相迎 小胖以为货救 请接着 行和手拉的胡子 干掉小胖后 开着货车 回到了基地之中 这是一个由军人管控的区域 城市沦陷后 没有了约束的他们 被困在这里 陷入了疯狂 为了生存 他们抢夺物资 掠杀幸存者 甚至还将丧尸圈扬起来 让幸存者与之厮杀 满足他们末日的狂欢 他叫胡子 身性残暴 负责搜捕幸存者 抢夺物资 他叫阿伟 阴险狡诈 物资由他分配 负责维持基地的秩序 走在霍乡里的姐夫 被胡子发现 胡子急不可耐 霍乡里的物资 看都没看 就拖着姐夫 要来一场狂欢 在人群兴奋的喊叫声中 姐夫被扒去上衣 喷上树子 房间里 却斗兽场 以胡子为种 在穷人的呐喊声中 倒计时开始 当铁门里的丧尸 疯狂地扑咬而来 这一刻 丧尸的嘶吼 人群的呐喊 幸存者的惨叫 混在一起 奏响了死亡的敲响曲 倒计时结束 欢快的音乐声中 一个人手持荧光棒 将丧尸重新带回笼中 而姐夫和幸存下来的人 疯了似的推回 如同恶犬般 争抢着少之又少的食物 帽子男是军官阿伟的副手 胡子走后 他发现了货箱里的钞票 将情况告知阿伟后 两人在货箱里 翻找到一部卫星电话 阿伟年纪上 在港口接应的衬衫男 衬衫男表示 他根本不会管 男主等人的死活 谁能把货车开到港口 谁就能离开这里 阿伟兴奋一场 以为机会来到 却不知道 一个大大的惊喜 正等着他 里头 被救的男主醒来 他惊讶地发现 两个女孩的妈妈 竟然是四年前 自己见死不救的女人 当年他冷漠自私 现在却被人家的女儿所救 心中愧疚难当 安全屋里 除了母女三人 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退伍老兵 老爷子嘀嘀咕咕 他告诉众人 无限店里 一个叫简的少校 答应会派救援机 营救他们 男主苦笑 四年了 如果有人来 还等到现在 男主将他们此行的前因后果 告知了女主私人 眼下 唯一能离开的机会 就是夺回满载钞票的货车 前往港口 例如当这一段 同意男主的计划 决定天一黑 立刻动身 与此同时 阿卫和茂泽兰这边 一番商议 他们决定抛下 已经疯狂的胡子一众 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 开车前往港口 多数场里 阿卫宣布 为了犒劳大伙 今晚的物资 尽情享用 今晚的狂欢 迟到天明 人群兴奋寒叫 却不知道 大难即将临头 阿卫心中窃喜 以为偏过众人 可刚回到房间 胡子竟然早已等候多时 原来阿卫平时 分配物资 口口嗦嗦 今晚一反常态 明显不太对劲 阿卫心中狂跳 再看 卫星电话 就在桌上 好在 胡子没有发现 阿卫盖好电话 结结巴巴 不知如何解释时 帽子兰闯了进来 胡子看看阿卫 再看看帽子兰 他明白了一切 胡子离开 阿卫两人 长出一口气的同时 男主等人 已经出现在了基地周围 为了万无一失 女主让大女儿 照顾好小女儿和老爷子 在原地等待 自己则和男主 悄无声息地潜入基地之中 顺利找到了货车 就在这时 帽子兰走近 被女主举枪控制 身后两个男人 让帽子兰一起去斗兽场 帽子兰不敢妄动 只看两人的同时 男主知晓了 姐夫还活着 多数城里 人群呐喊 杀戮继续 就在姐夫逃无可逃 坐地等死时 男主提枪砍刀 抛出烟雾弹 先遮挡住 胡子等人的视线 再用一颗照明弹 将豆树场里的丧尸 引向出口 丧尸出笼 混乱蔓延 男主一边带着姐夫 躲避丧尸 一边还要和胡子一众 生死对决 一个不慎 步枪脱手 丧尸不倒男主的同时 胡子等人越靠越近 姐夫拍打着脑袋 他在犹豫 要不要救男主 姐夫将枪 跑给男主 就在胡子瞄准男主之际 姐夫冲上前 挡下了痴命一击 男主睁大眼睛 他一直觉得姐夫恨他 当年关上了那扇门 没想到 从始至终 姐夫都将他当作了 唯一的亲人 男主悲愤交加 火力全开 胡子躲在暗处 又想偷袭 危急之时 卡车破门而入 是女主急时赶到 原来男主来救人的同时 女主利用帽子兰 成功控制住了阿伟 拿到卫星电话后 他打晕阿伟 前来接应男主 男女主顺利逃出 而醒来的阿伟 神态癫狂 已然失控 帽子兰嘀咕 叫阿伟的人都会狗呆 阿伟捏嘴 幸运皆诊 货车撞翻大门 可刚出门 就被成群的丧尸堵住 丧尸围住货车 男女主极其可危 千军一发之际 车的亮解 大女儿猛踩油门 先顶后退 将丧尸引向后方 急不可思 货车启动 前后配合下 丧尸被冲散 两车会合 还未来得及搭化 数颗照明弹腾空 再看 猴子一众驾车 已经吹到 一辆小车 侧撞女主的货车而来 大女儿一个急杀 女之骑平 母女俩夹着小车 抓住机会 拿到医学 猴子紧咬不放 混战中 大女儿和女主 暂时分开 大女儿车技非凡 几次飘移后 用丧尸干掉了身后的脚 女主这边 猴子的车紧咬不放 他们打开强光灯 将所有的丧尸吸引而来 准备堵住男女主的退路 大女儿驾车赶到 一劲飘移 将丧尸堆成小山 剑桥上 被强光刺激的丧尸 纷纷碎下 一脚油门 穿过湿潮 男主看到了 之前塞满丧尸的玻璃大厦 男主探出车外 火力全开 玻璃被打碎 当胡子赶到 正好与成群的丧尸 撞个正招 这里的胡子 随死挣扎 被尸形淹没 但螳螂捕蝉 黄雀赛后 男女主如何能想到 真正的威胁 还未到来 港口近在眼前 小女儿开心大喊 下一秒 偷偷跟来的阿伟 手足带动 他挟持着大女儿 让两人放下枪 双方对峙 小女儿拿出玩具车 打乱了阿伟的节奏 大女儿逃脱 但阿伟下意识地 将枪口对准了小女儿 老爷子保护小女儿 中枪倒地 阿伟则趁机 打伤女主的腿 开上货车 前往了码头 货车上船 满身失血的阿伟 点头哈腰 一口气还没输完 紧接着 打从一开始 趁山男的任务 就是拿到钞票后 杀人灭狗 趁山男以为 自己是最大赢家 万万没想到 临死前 阿伟拨动挡位 货车倒退的同时 丧尸群冲入 趁山男等人 死有无辜 男主这边 老爷子生死 如今货船沦陷 唯一的希望 也被掐灭 就在几人绝望之际 轰隆隆的声音 从空中传来 真的有一架救援飞机 向着这边赶来 众人一直以为 老爷子胡言乱语 没想到 一切都是真的 烟花腾空 救援机发现了 下方的众人 腿部受伤的女主 请求男主 带着女儿先走 自己则一蹶一拐 在后方掩护 男主三人先行 丧失越来越多 女主爬进车里 拼命的按响喇叭 吸引丧失的同时 男主三人 终于赶到了 救援飞机前 正处绝境的女主 准备自我了结 看着硕计不止的孩子 男主的内心 被狠狠拉扯 四年前 他选择冷漠转身 四年后 失去一切的他 不会再袖手旁观 铭枪示意 提醒女主不要放弃 女主扫光子弹 声东击西 踹开另一侧门 一拳一拐的向前 在男主的掩护下 女主成功获救 屏幕里 角色们逃出升天 自我感动 屏幕外 俯山型的影迷 心碎一地 一部现象集的 韩国丧尸电影 俯山型取得了 空前的成功 苦等四年 千呼万唤的 俯山型2 却让人大失所望 究其原因 你会发现 俯山型是套着 欧美丧尸片的壳 内在里 却有着韩国 本土化的表达 灾难人性 绝望温情 成本有限 却拍出了 韩国电影独有的气质 那道俯山型2 投资更大 特效更猛 但这一次 内在外在 全向欧美丧尸片考骑 尤其是飙车戏 动作设计 特效制作 确实不错 但这是一部丧尸电影 不是我们想看的 速度与激情 俯山型最大的槽点 莫过于强行煽情 先说开头 男主姐姐母子遇难 慢情投下配乐 导演自我感动 却看得观众一脸懵圈 啥都没铺垫 就来这一出 观众没有那么好糊弄 再说结尾 女主为了孩子 折身殿后 如果像第一部男主那样 英勇其身 母爱的伟大 情感的冲击 都能直击观众的内心 当然 导演选择留下女主 想传递一种希望 可以理解 但男主这个角色 除了战力惊人 精感和刻画上 苍白无力 完全就是剧情推动的工具人 个人觉得 如果最后 男主因为救女主 英勇牺牲 四年前的愧疚 四年后的偿还 反而可以让这个角色 更让人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 《俯山型2》 作为第一部的续集 可以说是极其失败的 甚至可以用烂来形容 但不吹不灰 如果你把它当作 一部单独的作品 重新审视它 你也不得不承认 无论是特效或动作 它都超过了极格线 算是一部成熟的商业片 好的 就说到这里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受 有不同想法的小伙伴 欢迎踊跃表达 我是时光 感谢收看 欢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